那一路走过来 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个农作物受损情况 也是非常的严重 已经导致12人遇难 10人失联 中国洪灾似乎看不到尽头 四川缅宁出现伤亡 冲垮5座桥梁 路面变成是洪道 不光是乡村地区灾情惨重 大型都市也没能幸免 稳目之所及几乎全部都是水面 但是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 这里并不是一条河流 而原本是农田 湖北宜昌单日降雨量高达272.6毫米 直接打破纪录 距离上海不远的太湖 更在28号发出洪水警报 16个监测站全部超出进阶水位 面对中南部汪洋一片 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么说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 和应急抢险救援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包含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地 都传出暴雨警告 除了淹水灾情之外 大量降雨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变 也正在虎视眈眈 从612号到今天中央气象台 已经连续28天发布暴雨预警 持续时间为近年来少见 眼看大雨毫无休止迹象 中国中南部水库不得不泄洪放水 这也导致下游地区除了天降大雨之外 还得承受上游泄洪的水量 灾情恐怕还会进一步提升 三地新闻中处报道 三地新闻中处